那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其實我自己在參選一開始 我就已經把我的目標講出來 有三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我的法律權力 我想要做就做 我剛剛講過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就是 我有一些國政的看法 實際上大家如果看到 我也在陸續拋一些國政的看法 認同不認同是一回事 但第三個是比較明顯的 我一開始出來之後 我就開始針對國民黨內的 尤其是國民黨的初選問題 我提出了很多看法 大家也不要小看 像我這個所謂的拋磚引玉 或是棒打出頭鳥的出頭鳥 我一出來宣布之後 當天張善政跟朱立倫 兩個就表態說 他們認真思考參選 那我那時候提出全民調的時候 黨中央就馬上就說 他們又開始討論所謂的民調 或是黨員投票機制 那我說希望三月底能夠把 這個初選辦完 盡早定於一尊 因為黨內初選一定會互殺 那互殺需要一點時間復原 所以我希望說三月底 能夠弄完 然後給兩三個月時間復原 那接下來國民黨團結在對外 那結果國民黨他是會提六月 如果我沒有提的話 實際上都是我提了以後就開始有回應 那我認為這就是起碼是一個好事情 就讓整個的國民黨初選的進程 有一個討論的一個基礎 當然意見有些不一樣 就像剛剛講初選制度 我的意見跟黨中央是很不一樣 我就是認為是全民調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有很多原因 比方說現在你看到過去黨主席選舉 那個黨員投票部分 人頭黨員的爭議 甚至什麼那個遊覽車的爭議 那這些爭議其實如果說現在的公職人 就是公職人員的初選 是納入選霸法規範的 如果將來你在所謂的總統的初選過程當中 又發生這種事情的話 其實他如果進到這個調查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很多更大的爭議 所以包括這零零總統的一些理由跟原因 我有提出我的看法 那當然黨中央接不接受 怎麼樣去回應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